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痛风不再是个小问题了 它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大家的正常生活状态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负担 更是精神上的负担 您知道痛风真正恐怖的地方在哪里吗 第一 脑肿塞 当体内的尿酸累积过多 尿酸炎就很有可能直接沉寂于动脉血管壁 致使血脂在管壁沉寂寄导致动脉硬化 一旦尿酸值长期处于超标的状态 得不到很好的控制 会增加心脚痛 心梗 脑促中的风险 二 糖尿病 尿酸升高会降低人体对葡萄糖的利用 导致血糖上升 就会导致糖尿病 三 肾脏疾病 当大量的尿酸沉寂在肾脏中 就容易导致肾结质的发生 出现肾脚痛 血尿等等 引起痛风性肾病 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肾衰竭 痛风可以说是很多疾病的罪恶之源 除了要遵医嘱吃药之外 老安还推荐大家痛风患者要多吃蜗菊 蜗菊还有非常独特的玛丽树皮素 这种特殊成分对痛风 高血压 还有高血脂等症都有显著的效果 它有明显的降糖 降尿酸 以及调节血脂的作用 是高尿酸患者理想的食物 常吃可以抑制尿酸的合成 增加尿酸的排泄量 从而降低痛风的发射 如果平时不方便做菜 也可以喝菊菊质子茶 这种茶采用八种的草稳配方研制而成 菊菊 质子 葛根 另外还加入了利尿 促进尿酸排泄的百合 降血压 血脂的碱性 大王桑叶 畅通血管的金千柳等等 预防痛风的发作 同时还要做到以下的这些 第一 经常测量体重 避免肥胖的发生 在尿酸高还未引起痛风的时候 没有出现相应的关键疼痛等情况的时候 就要紧密地注意体重 是否保持在正常的水平 二 戒酒很重要 啤酒 酸奶都不适合痛风患者使用 三 还要防止受寒和过度劳累 四 多饮水 达到每天的饮水量2000毫升以上 希望大家都能远离痛风的困扰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